所以寻贵妃的压力非常大 而花心的乾隆此时也进入了审美疲劳期 虽然以前她是很喜欢一如指美但天天拿 当饭吃的寻贵妃还是让她失去了新鲜感 既没有孩子又失去了宠爱 这直接让寻贵妃陷入了抑郁的情绪 每天都郁郁寡欢 这时真赶上这一年过生日 那务府的官员竟然记错了寻妃的生日 提前发放了生日礼物和祝福 这可把寻妃吓坏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已经彻底被皇上忘了 还是哪里做了错事 于是她赶紧向乾隆询问 乾隆一听内务府的人竟然 把自己妃子的生日都弄错了 立刻龙颜大怒于是下令出了犯错之人 而这却让寻妃更加害怕 她以为这些都是她造成的 所以十分自责 就在她自我埋怨的过程 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最终在一场大病以后 我闯不起而后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 寻妃死后乾隆也感到心中有所愧疚 所以在她死后追封她为贵妃 而她也成了乾隆的最后一个妃子